在马来西亚穿梭于吉隆坡 雪兰娥 森美兰等地的繁华社区中 也有很多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但有一束希望之光一直在帮助他们 那就是MUHEBA 那什么是MUHEBA Food Bank呢? 在这里我们邀请到了MUHEBA Food Bank的秘书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 一起看下去吧 请问一下你是几时成立这个MUHEBA Food Bank MUHEBA Food Bank是在2019年12月28号 就是beforeMCO就成立 然后成立了就刚好MCO 就蛮挑战的 这样为什么你会成立 想要成立这个NGO 成立的NGO主要是拿来做这个赠债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 我们的仓库里面有包括床 枕头 医疗设备 还有衣服 全部都是新衣服还有新鞋子 这样子如果是一有水灾的话 我们可以除了有触动一些Ready to eat food pack 还有就是我说可以给买家私 他们就是说帮他们重建整个家园 主要的出发点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是如何得到这些资源的 主要这些资源我们跟有 除了和本地的NGO 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合作 我们还有和香港 香港还有新加坡 或者中国的一些团体 也是资源团体了 一起来来做这些活动 比如说把一些新衣服运过来马来西亚 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些节热 或者是水灾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些新衣服 或者是这些资源 派发去给所有的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然而在二月的期间 MUHEBA也举办了两场资源派送的活动 而我们很有幸地能够参与在其中 可以简单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是活动的目的吧 主要这一次的活动目的 就是说他们有来可以有的吃 还有就是可以每一个家庭成员 不管大还是小的都可以领取新衣服 新鞋子 还有一些干粮回家 一起过这个新年 而在当天万茂新村的村长 给我们做了个采访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 村长对于这个活动有什么表达吧 大家好 我姓郑 郑和的郑 静蕊 今年48岁 有没有过新年吗 48岁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 担任村长应该有五年的历史 今年是第六年 请问一下你扶持这个活动已经有多久了 既然我2018年上任2019年就开始搬这个收银行的所谓的这种不幼偕老的这种活动了 所以将近也是五年 请问一下活动里面会有多少个人收费 基本上以前我们是从十几位到二十几位到后来的一百位 就是说用家庭人口来算的话啦 40到50个家庭 但是平均人口两个人的话就接近一百个人了 一百个 好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般扶持你这么长时间 有感觉到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就我们整个社区啦 都能够感觉到一个凝聚力 就是因为大家以前就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那后来因为我们每个月有出一手派食物和这些所谓的栽饭和物资 所以大家就会因为选择出一手进来我们理他 就在一起一起就是做这个活动 那老人家他们也比较有凝聚力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他们参与我们啦 然而对于发放三十份物资 那里的村长又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我们一起看下去 我是尼赖新村村长叫王俊蕊先生 是个小商人 因为村民都很感谢他们一路人的支持 他们都支持很多年了 因为之前MCO的时候 这个母鱼吧 他也是用你拍菜 拍干粮 而且拍了很多年啦 都不错 OK好 这就是我们要问你的问题吧 对 母鱼吧不错啦 母鱼吧他们真的很热心资产 非常地感谢他们 没有想到他们 他们是在Best of Mountain Office 那是实际上有个人在这边 关注一下这边的西亚的人士 他们都不错 非常感谢他们 那么看来Muchiba的协助 对于这个新村的村民而言 真的帮助了他们很多 然而据我们所知道的 他们不仅仅只是Food Bank机构罢了 他们还开拓了其他不同领域的协助 正如屏幕上看到的 他们以Muchiba为中心 再从中开发其他六大方面的领域 例如特殊儿童教育 领导方面等的协助 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